救護車停在婦產科診所前 將確診的工作人員 送到別家醫院接受治療 基隆二十四號爆出婦產科院內感染 分別是三名工作人員 六名嬰兒 總共九人染疫 目前其中兩名嬰兒 因為血氧狀況不夠穩定 已經送到林口長根醫院治療 其餘四名則是留在診所內觀察 嬰兒集體染疫傳出後 有民眾爆料 這家婦產科二十一號 就得知有員工染疫 卻隱匿疫情 對此婦產科也出面駁斥 二十二號凌晨 得知有員工出現呼吸道症狀快篩陽性 在二十二號上午 就通報衛生主管機關 並於二四小時內完成 全院員工產婦嬰兒及家屬的PCR裁檢 同時停止嬰兒式運作 絕無隱匿疫情 由於醫療資源不足 婦產科希望院內的四名染疫嬰兒 能趕快轉院 疫情燒精婦產科診所緊急停業 等待全面清消 以免病毒擴散到更多家庭 記者朱丁龍 王毅的基隆報導 經典 好